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的专业是历史学 那不管在以往受学哪一个阶段 我学的都是历史 这里你们游览巴士再来都摇来摇去 不知道这是被摇到哪里 你们被摇到这个叫中央研究院的地方 那中央研究院大概有25个研究所 那我们是25个研究所之一 那中央研究院其实历史学 历史学在世界各地都地位很渺小 可是在中央研究院人口数很高 我们历史方面的研究所好多 你们有些课可能会选历史语言研究所 那是做比较早期历史 那我们这个研究所是做近代历史 那还有台湾历史研究所 还有美国研究所里面也有一些人做历史 所以我们的人口数大概占全院中央研究院的 如果正式的研究人员大概1000多人 那历史学的人口数大概八分之一 算是你看25个学们 那我们的人口数是占八分之一 历史学在中央研究院的人文学科来讲 算是人数比较多的 那历史做的方面很多很多 那我过去40多年间 在这个研究所 我以这个研究所为基础 主要是从贸易 货币 还有政治经济思想 还有国际条约 这些角度来看 全球历史里面的中国近代史 跟台湾近代史 现在课程名称 你感觉上是非常中国 可是其实我们的课程目的 课程目的呢 因为这个是阳明医学院的课嘛 那我要说 那你们大概 你们来这个阳明医学院 大概主要要学着 怎么看个别的患者 可是来修这个 我们这门课呢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有一些 诊断跟医治台湾的能力 不只是个别的患者 而是要台湾 那我们刚刚说 这个我们先说 诊治台湾 诊断或医治台湾 医生来做这种 诊断或医治台湾的事 不是没有过 这个人你们认得嘛 对不对 他大概就离今天大概100年 你看他1921年成立台湾文化协会 那就是因为1921离现在 是不是刚好100年 2019嘛 100年前 你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蒋卫水的纪念性的东西 5号公路 就是蒋卫水高速公路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从台北这一端到头城那一端 头城那一端有个雕像 那个人就叫蒋卫水嘛 那为什么我们还特别为这个医生做一个雕像 而且把一条公路用他的名字来纪念 他有什么特别 蒋卫水有什么特别 那我们这里就是有蒋卫水的台湾诊断书 他的患者不是卫某某人 而是他的患者是台湾道 那这个 他说这个关于台湾这个患者 他素质其实还不错 那这么好的条件怎么需要这个诊断呢 因为他患了什么病呢 是世界文化的低能耳 知识那么好 可是结果现在是世界文化的低能耳 那原因是什么呢 是知识的营养不良 那那个 为什么会得这么一个营养 知识的营养不良症呢 他的经过呢 是经过慢性疾病 十日颇尝 那既然是慢性病 十日颇尝 那你要去推导他的病因 一定要回到历史 所以我们这门课 是要把各位的时间空间 往比较长远的以前来推 这个我们今天的好多的病的病因 并且也提出一些药方 课程名称 大家会觉得 哎 离今天好远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 像东方式的思考方式 常常是先汇集资料 然后再经过逻辑推演 然后得到结论 结论讲到后面 可是西方式的 他喜欢结论就先摆前面 所以呢我今天呢 在这个课程大纲的后面 就把这个 我目前为止 你看做了四十几年的历史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课要讲的东西呢 那为台湾开的一份药方 就附在这个课程大纲 然后呢 整个课程其实是在说明 这个药方是怎么开出来的 的一个背景知识 那我们先把这个结论拿来说说 这个结论呢 是在什么场合丢出来呢 今年的元旦 我不晓得最近连续放假 大家应该都过得还不错吧 可是那个新历年的时候 我想台湾有些人是 会因为这个事情 有点觉得好像心里卡卡的 那就是习主席讲的话 好像很凶 是不是 那随时都会有一些人 像前几天 我看也不是 前天吧 前天我们家的电视就跑出来一个 日本自卫队的什么前顾问 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要拿台湾 2025 这种话好像很多人都在说 所以像这种事情以前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可以不管 可是越是你们 我在想我2025我几岁了 如果发生三长两短我也还好嘛 对不对 因为我来日无多嘛 可是你们来日方长 这种事情可能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就是听到那么一些 所以我会觉得当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有他的回应 但是国家领导人是学法律的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的工作者 我也应该提出我的回应 所以这是在1月5号 我用两个半钟头的时间 因为我还要忙着要做好多别的事情 那可是心里卡着 最后我就 因为接下来 我那个两个半钟头 最后Sophie要去做什么 我要参加中央研究院合唱团 可是我还不会看五线谱 那我要有一个高中同学来跟我二谱 要怎么怎么看五线谱 所以我两个半钟头最后结尾 那个Sophie 那个我要去学五线谱了 这个 那这个我现在给大家的文章是两个半钟头写 那两个半钟头当然不是那两个半钟头 堆出来的一些白纸黑字 那是累积了很多的先前的一些研究 理出来的一些心得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就好像我们应该是孟子吧 有说看到大人则秒之 那句话怎么讲 碰到这种世界级的大人物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习主席 要跟他讲话 那 可是我们还是要 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很严重的病人 你要跟他讲 你要跟他沟通 你一定要回到他 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 所以这个 做学历史的就是说 那你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话语 他到底有些什么珍贵的地方 那又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开脱的地方 大概这个我们在陈述的时候 就往这个方向去陈述 那他这个话语 在文献上的语词是 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 这样的讲话 这个告台湾同胞 你们的年纪大概不会很熟悉 像我们的年纪 一天到晚有讲届时 告大陆同胞说 其实我们文章一进去呢 我们会说 这两边都是一样 本来不是1949就是各管各的了吗 那如果各管各的怎么会是同胞呢 那也不只是国家领导人 这个今天针对很多人去中国大陆 要拿一张证 那张证叫做什么证 你看全部沦陷 有人看过那张证叫什么吗 我别的投影片有 以后再把它秀给大家 这个今天先用说的 那张证的白紫黑字写的是什么 陈宏明 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多次了 那张证叫什么 还不错了 它不是叫两岸居民往来通行证 这个如果台湾这边的到大陆去叫 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那如果是大陆那边的过来 是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那大陆人称那个卡叫做通行证 我们伟大的2300万同胞 很自动的投怀送报说 这个叫做台湾证 因为那个证是要给对方看的 然后我们就很自动的跟说 那个证叫做台湾证 那在你们的年纪 你们应该还 你们现在是高中刚刚毕业没多久 那应该是在高中前面的阶段 或是国中后面的阶段 应该有立法院的一幕 立法院说 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怎么把那个证卡式化 本来是比较大的一本 后来就好像我们的银行的 提款卡那么大 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卡式化 卡式化的话 我们的一些资讯都被你看光光了 不行啦 那这个 这个是我们提款卡 资讯会不会看光光吗 还好嘛 那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很多人好像处理问题 都不是to the point 可是重点是 我们反对大陆 那个我在电视上看的那一幕 我们的立法院院长 我们国会的领导人 这个拿着一个一张大张的纸 然后对着媒体声明 我们反对大陆的政府 将台胞证卡式化 你们觉得 这个将来的历史不晓得如何写你们这2300万 怎么连国会的领导人都是这么自自然寒的 把台湾这个头怀送跑 把那个政绝对是双方政府协议下的白纸黑字啊 为什么大家看也不看就很自然 我们是台胞 我们是你的台胞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里面文章里面会提到一个说 所谓领土啊 主权啊 因为同胞是 你到底是哪一国的人民吗 这个国家概念这种东西不是东方的思维 那个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产生的概念 那我们这个课 你看好像谈得很远 全球史中的中国货币与思想 我们这个课 整个课呢 就会告诉大家 这个主要要讨论这本书 其实最核心的部分 是讨论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这本书 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那然后呢 这本书为什么跟刚刚讲的 没有主权观念会有关心呢 因为这本书在讲这个 好像以前的历史或是 今天的大陆的中国也会说 以前的中国蛮厉害的啊 那好啊 蛮厉害的 猜怎么蛮厉害都是以前啊 可是我们这个近代史研究所管的这个阶段 中国并不厉害 中国很惨 那怎么样 这个由胜转衰 那我们这本书在说 你被一条银线判倒了 那条银线是怎么了 是把这个中国这么这么样的 就是说对中国发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因为你说你今天口袋里面 有没有中华民国的货币 那个货币是不是你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印的 那是国家主权的 这个行使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耶 你是有国的人耶 可是这个国 你那个口袋里的那个货币叫做新台币 你跟人家说我的所得是多少是不是 这些新台币将来当医生新台币可以到多少 那这个好那就是每个月新台币多少 你称呼这个货币叫新台币 可是在法律上它是中华民国的国币 这个中央银行法上面说 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币是新台币 这是你们两千年生了没有 两千年的时候定的法 所以中华民国是有它国家发行的货币 你每天日子是不是跟着它在一起在编织 可是呢 那个伟大的清代中国 19世纪的中国 在它之前明朝末年开始 它的主要货币 所谓主要货币是 你跟政府交税要用什么货币 那是主要货币 那它的主要货币是用墨西哥打造的 铸造的 先是西班牙银员 那接下来是墨西哥银员 在做主要货币 相对 您老是瞧不起我们弊国 我们台湾2300万人很浓郁就瞧不起我们弊国 可是弊国有国币 那大清王朝没有国币 它用的主要货币是 上面是有个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币 那当你的那个是主要货币 货币很重要啊 整个经济就是环绕的货币在运转啊 那结果呢 我们整个课就会说 那当这个墨西哥那边的货币来得少了 就好像因为墨西哥那边在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者 要追求独立 结果呢 这个他的银币的供应就少了 这种情况呢 就有点像这个中东发生战争 我们像我们这些用中东的油 用很多的国家 会不会受波及 那这个我们这个大中国 就有点像阿基利的脚后跟一样 我们整本书在论这个 就是说他受到怎么样的一个深远的影响 这是这个课程最核心的部分 那这个研究呢 除了将来会提供你们一本书之外呢 那这本书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中文的简体版 我如果繁体版我还要另外买 我就买不起了 所以我简体版我没有拿他稿费 他给我好多的书 所以你们来最好 这个我可以流通一些这个 他们送给我的书 那如果因为这本书是这个英文转成中文 那如果你要英文版 我们今天许总助教已经有一份 这个从Gesto下载下来的英文版 你不用花钱 你如果要的话就跟助教要 徐助教要 你就可以有一本英文原版的书 那个你可以画重点的 你可以在电子版上做重点 OK 好那整个课程最核心是讨论这么一本书 那这个 那除了这本书之外 因为这个书已经谈到货币 那我之后就延伸了做货币图案 那个货币跟货币图案 货币涵盖的层面比较多 它的量啊什么各方面 那图案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我延伸做货币图案 货币图案是从传统中国 一直拉到今天的台湾 那我们那个研究会 让你更清楚的看到 传统中国 你不要相信那个说 勤统一中国 整个货币都统一的 整个传统中国 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 即使是那个铜钱的部分 是不同一的 我们的研究会告诉你 当1895年日本 开始要来统治台湾的时候 它要面对200多种货币 那你今天是不是整个台湾就是一个货币 那在这个交易成本方面 是不是reduce的很 就是可以比较有效的 整个台湾就可以比较有效的管理了 这个很重要啊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历史呢就是会 像这个整个货币图案会讲 2000年的中国怎么样 然后到台湾又是什么样 你这么一对照 真的是可以看出是说 你今天台湾或是中国大陆 你今天台湾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 中国大陆也在这个文化传统里面 台湾也在这个文化传统里面 两边都不懂得主权 可是现在两边是要面对主权这个问题 那我们是从货币这个面向告诉你 这样一个刚刚不是蒋卫水说的 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慢性病嘛 那我们要去解剖这样一个慢性病 它整个发展的历程 那这个是整个课程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 那解剖了这一部分之后呢 这个在你们的课程大纲里面 我后来是本来我是直接要端给阳明的就是这些而已 可是我后来觉得 这样子给这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台湾孩子 这个台湾孩子可能会觉得 我干嘛 我一开始要找助教的时候 都没有人要来当助教 那个中国的我才不要呢 你台湾的我还要管 你讲中国的我不管 我那个过程中说 这样不行呢 这个我还要把课程拉到台湾来 这样子也讲中国也讲台湾 反正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 我又做中国又做台湾 所以我们在课程前面呢 才把这个台湾的部分加进来 那这个你看一下课程大纲前面 这个好几篇呢是跟台湾有关的 那这个跟台湾有关年的部分呢 那我们会说 这个整个关联 我们要从等会儿就要讲进去哦 这个逐渐浮现的太平洋说起 就要去点这个 这个台湾跟中国的一些交错现象 或是跟那个银线也有关的 那这个里面呢 一个跟银线有关的 我们刚刚讲十九世纪 这个拉丁美洲独立运动 造成中国很严重的这个 游胜转衰的一个变化 那是在鸦片战争前后 鸦片战争是在中国这边打的 然后呢 加州、社州 是差不多同时哦 那个是1840 这边是1849 那两个是共同的背景 就是我们课说的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造成 全球性的拔银减产 结果全球的人都是到处去挖金 不是掏金潮吗 为什么叫旧金山或新金山 就去挖金啊 挖银啊 原本用的银用的多 然后金用的少 那因为也去挖金挖银之后 这个因为经济越来越发展 所以用金越来越多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个美国的国界碰到太平洋 这个中国我刚刚讲 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一场 我们整个客会去论证说 大家讲近代史会非常强调鸦片战争的威胁 可是我的客会说 那个战争其实影响不大 我的货币危机影响远比那个战争的影响大的大 那中国这边拖垮了 怎么垮我们会再细说 然后呢相对应的 美国因为离那个产营的地方很近 你知道我先前很开心 大家都觉得这个天下第一大的美国 可是我后来才学会说 这个美国的命运跟我们有些方面其实有点类似 这个因为我另外一个研究 已经是研究日本统治台湾时期 台湾作为日本到这个东南亚的中转战 那美国呢它的崛起 它美国在13周的阶段 它不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吗 然后慢慢往西拓 国力慢慢起来 国力慢慢起来的其中一个原因 它就是把那个墨西哥那边的银往世界送 然后把世界的东西往美洲或是欧洲送 它也在扮演中转角色的过程中崛起 那在中国慢慢下去 我们整个课程要跟你说一个悄悄版 这个中国这一端它沉下去 那太平洋两岸的一个是美国 美国碰到太平洋是1849 它哪一年到日本 1853黑船事件嘛 对不对 好 这两个是后来者 相对那些英国 英国它1840已经可以打压变战战 在那之前它又扩张很多 它是绝对是19世纪的第一大帝国 对不对 那欧洲到中国 那个相对美国日本都是先来者 那美国日本是后来者 那这两个后来者就是要采取跟欧洲在中国的势力抗衡的一个远东策略 他们那时候叫远东 那这样子 美日在这个太平洋的崛起 变成是这悄悄版的另外一端 我们整个课会去描 悄悄版的这一端下去 那悄悄版的这一端上来 美日相对中国的崛起 如何把台湾从中国这边拉到美日这边 这是整个课程 把台湾加上来以后 我们整个课的全部的构图是这样的一个图 这是课程的一个介绍 那今天回到我们这个药方 我说这个习大大 这个是今天的崛起是很不容易的 中国的崛起是很不容易 但是针对台湾问题 我觉得习大大比我们的 额额 我们是不是叫额额诸共 那个我们的一些台面上的领导人 有时候如果就他那个元旦的说话 有时候比我们那些台面上领导人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 你看 他说两岸问题是什么产生的 是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那我就我们历史学是学这个 要去解读白紫黑字 就好像我们看到台湾居民前往大陆通行证 我们绝对要看进去 我们不会看也不看 人云亦云 那不是我们历史学的功夫 我们一定要自制 仔细地研读 所以你在这个课程里面 也会去读到很多的资料 要如何在从资料里面 抽离你的历史知识 来诊断我们这个病人 那他诊断的结果说 怎么会有产生这个台湾问题 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 那我说你讲这句话 比我们那些 我以前碰到的在陆委会 因为我在陆委会担任过咨询委员 1995到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老是说 你们那些大家都是一样 做这样开会 他们那些咨询委员就会说 两岸分隔50年 那1995到2000 他们说50年 他们说的是1949 可是我的研究是从 清代台湾开始研究起 我说不对啊 两岸分隔100年啊 你们怎么老是只管1949 今天我们真的两岸问题 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是 很多人都是从1949说起 我说你一定要从1895说起 这个习大大你看他会讲 弱乱 所以弱是1895 乱是1949 那我们这边的人都只管1949 我说1949 那个习大大他们那边是胜利方 那不会是弱 他如果是弱一定要回到1895 你知道1895那场战争 中国有多弱吗 那时候的中国多少人口你知道吗 1895的时候 4亿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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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本有多少人 日本跟今天台湾人口差不多 2000多万人 然后那场战争多久就决胜户了 你知道吗 4亿3000 5个月 5个月就差不多摆平了 水路都输了 那所以呢 我一直说你 你不要说你是泱泱大国 泱泱大国也会是空壳者而已 那今天没错 那个刚刚说的敲敲板越来越平了 因为中国崛起了嘛 越来越平了 可是在军事方面 可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哪边领先 还是每日这边领先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就会说 哦 哦 那个 好 你们都欺负我们啊 那不得已啊 才把台湾歌了啊 是不是 以前的教法常常会这样教 所以今天这个 一上来我们这个为什么 就会跟我说日志时期 哎 我觉得哎 已经调教的可以了 因为以前都是巨嘛 日志时期有没有 那巨就说 你给我 巨其实是来自开罗宣言 是却巨 日本偷了 那个是我的领土 你把我偷了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 人民大会 他的决议文还是会说 哎 这个台湾是我的领土 哎 这个我要要回来 哎 你把我偷了 我要要回来 哎 这是他的思维哦 那可是呢 相对那样的一个相当 即使我们早期台湾的 思维也类似的 那相对这样的一个思维 习大大会说是 因为中国的弱造的 这一件事 我刚刚不是说 他很不错了 他会从反省自己的 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而不只是怪别人 因为那个日本 哎呀 这个 那么小 要去打你那么大的时候 紧张得不得了 他想都没想到说 哎 怎么那么快就打下来了 他原来一点也没有想到 为什么要拿台湾啊 那结果因为太容易了 所以才顺便说 那本来我们里面有一组人就说 你要扩张你的国防线 那扩张的过程中 也要往北延展国防线 也要往南延展国防线 才已经是谈判的人坐在马关的春盘楼了 然后呢 他才发一支军队 绕着台湾 跑到澎湖去 把澎湖拿下来说 我战争有 cover到你这个地方 然后我要这个 你陪这个地方 那陪这个地方 是先是那个的整个背景 这个 他们在历史学论述的时候会说 这个条约是被迫的 所以不算 所以我要拿回来 那我说历史不是这样子 这个条约是你去求的 不是被迫的 为什么去求 那个五个月打下来 那个日本的战舰就停在那个天津外海 那个好在是碰到冬天 那海河结冰了 那这个在紫禁城里面 我们将来的投影片 说不定会把那个慈禧太后的那个决定 都给大家看 表面上是光绪皇帝 可是做决定的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跟那个沁亲王逸匡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说海河一解冻 就打进来 国就亡了 整个中国就亡了 中国就亡了 所以这个就去拜托美国 因为美国是后来者 刚刚讲那个列强里面他后来者 对中国都表现得好像很友好那样子 所以中国去拜托美国说和 这个说和说来说去 那你总好那你不让我征服中国 因为如果就那个情势 中国有可能整个被征服 那你要挡住 那你总是要有条件 除了那个赔款 那个美国 除了触合之外 他还帮着提供那个国际法的知识等等 那帮着谈判 那赔款减少1亿 然后另外就是要割让台湾 所以呢 你这个的确两岸问题要从哪里说起 习大大比我们今天的好多领导人 是看到是要从这个1895说起 是对的 那习大大是对的 但是如果从这里说起 你对台湾你就不能那么狠啊 这个台湾救了你中国一次了嘛 对不对 因为你把台湾割出来 你中国活过来了嘛 还保住了嘛 好 那接下来的第二次的日本侵华 那个1937年的日本 比1895厉害多了 中国没有厉害太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华民国为中国保了八年多 中华民国对中国绝对是有功 那所以不管是老百姓这个层面 或是中国 中华民国这个层面 对你今天的中国都有功 所以呢 对于这个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呢 也就是台湾跟 就像我们刚刚讲 中华民国的国币是台币 我们本来就是中华民国加台湾嘛 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组合体呢 就历史来讲不能太狠 那这个我们丢出了药方说 你可以思考那个芬兰模式 芬兰模式是什么 你们知道芬兰谁管过吗 俄国也统治过啊 瑞典也统治过啊 我们清朝也统治过啊 这个日本也统治过啊 可是到1945以后 俄国帮忙芬兰近年俄国 所以今天尤其像你们 像大家我会觉得 这些大人很不负责任 已经要接近您芒交好像都不管 那是你们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 对不对 那我就说你去跟老公好好的说 像我跟大陆方都非常的友好 我要跟他好好的说 你要为大家都开路 因为这样子你就不用去碰住那个 其实军事力量还凌驾在你之上的美日势力 那你很不容易崛起不是吗 中国在崛起了 那你如果来这个去热那个美日势力 你不一定会赢 但是可能让中国的崛起这个 顺的这个方向受到很大的挫折 这大概是我们这个药方里面要说的 那这里面呢 如果说我跟那些滚滚租公或者其他人有所不同 是因为在我的研究过程中 让我去看到那个美日势力的这样来自太平洋的这个历史的历道 那这个角度呢 是一般人比较少去碰到的 那我们剩几分钟呢 这个通常是我要花很多的时间讲的 可是今天时间比较这个 我要说我的研究原本跟这个国家定位一点都不会有关系 我原来是管我们的清朝末年的三大出口品 这是1976年推出的第一个作品 当时的台湾跟今天的台湾一样都高度 整个经济都高度仰赖国际贸易 虽然是清朝 我研究的是清朝的台湾 而且是日本人来之前的35年的清朝的台湾 也就是清朝末年的晚清时期 那时候这个著作就是在处理三个重要出口产业 从这个三个重要出口产业的研究 跑到这个国家定位 很远吧 那它是怎么一路走过来 我们这一讲呢 有做个摘述 那基本上在早期的研究里面 我们看到的 如果因为这个国际贸易 它当时一定要经过水路 把这些商品运到世界各地 那这三大出口品 你知道在清朝末年 台湾的茶可以卖到多远吗 去过美国的请举手 清朝末年 台湾的茶就去到美国了 纽约是它的第一大市场 所以台湾是超级 我为什么要用全球的角度来看台湾或是看中国 因为它整个商贸方丈 很早就全球化 那这个说张末吧 张末它第一大市场是西德 是德国那时候没有关系的 就是德国 那糖呢 它有一度是也是卖到全世界 但最后缩小到只有这个日本跟中国大陆 那这个三大出口品的占比 这个就占整个出口值的94% 在这个晚清这段期间 那这里面呢 那茶独领风烧是54% 那糖是36% 这个脏脑几乎是4% 那我们这个研究 我跟你讲 我一开始根本不会去碰到那些政治的事 这里当然等我会稍微讲到一点政治经济 那这里面呢 那这里面呢 会去解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研究在解一个问题 就说今天 今天你们很多是中南部来的吧 有哪些是中南部上来 彰化 还有呢 对啊 那为什么中南部不跑去台南 如果是清代会念书的人都跑去台南 那个全台首学不是在台南吗 那你们为什么跑来台北 这里面已经发生一个历史变迁 那那个全台的历史中心 为什么从台南跑到台北 那我们这里这个研究在从经济角度 提出一个回答 就是说 本来历史 台湾历史中心在台南是因为整个经济活动 而以米跟糖为主 米糖就产在南台湾 在1860到1895这35年 突然北边呢 冒出因为国际市场的开舵的关系 那冒出这个三区产物 查干章马 它的整个占出口的占比呢 使得北台湾的出口值呢 本来是南台湾的一半 后来是北台湾的两倍 然后呢 这个等到那个流民船来了 他要自强运动 要买电报啊等等 他要钱 然后那个因为贸易拓展的那个关税啊 就是说你商品进出口一定要纳关税 那关税是新的税项 那新的税项才能够支援他这个新的支出 以前钱弄时间不用买电报 你流民船要买电报 那这个是新的支出 新的支出要新的收入来支出 那新的收入是北边可以支出的多 那流民船说 如果我办公室还在台南的话 那我每要一个东西 这个公文往返 公读往返 你们看到这个文言文 动育多少 几天 巡视几天 那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就建议把这个办公室搬到台北来 这样子之后整个 台湾的行政中心就移到台北来了 所以好 那这个稍微有点碰政治经济 但离我们的台湾定位还是很远 对不对 那整个分析就说 为什么这个茶跟张老独领风烧 因为它的国际市场很喜欢很喜欢 台湾这些新开发土地产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这里面是在用一个经济学里面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市场原则 所以我这整个作品一点都还没有看到太平洋 那接下来一个作品是大家也 我的研究都很奇怪 我去研究中国人自己种鸦片 所以我从一项的研究都跟别人的角度不太一样 我去研究中国人种鸦片 那谁也没有教过你说中国人自己种很多鸦片 对不对 那这个中国人种鸦片 我发表了一些作品 里面可以看到说 中国人 刚刚讲鸦片战争是1840 那到1840是19世纪接近中叶 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 中国人种的鸦片 已经是外国鸦片的9到10倍 你计10倍好了 那不是很厉害吗 那这个使得这个是进口鸦片 后来掉下来 为什么最后掉下来 因为外国鸦片已经没有办法跟中国鸦片竞争了 所以就干脆就不不不 然后这时候影响到医学上看鸦片 这个在这之前 在中国没有大众鸦片之前 鸦片不管中国或是世界都说是药 然后在这之后鸦片变成是毒了 其他比较没有副作用的 跟鸦片有类似作用的药发明出来了 你看 那所以这个因为跟阳明医学院的 我总算有一篇跟医药史还比较有关的 所以这篇也会纳入课程里面 那这个但是这整个研究呢 我们要说呢 它也是在谈一个看不见的手 因为它那个鸦片很贵 鸦片很贵 那当时的陆路交通都很 很 要很大的代价 你看从台南到台北就要十天 这个很花钱嘛 你即使挑夫在那挑来挑去 都要过夜啊 要住旅馆啊 住客栈啊 都是要钱啊 那这个 但是鸦片很贵啊 你可以cover那些负担啊 所以呢 它进口鸦片进来以后呢 它就可以跑到中国很内陆的地区 然后内陆的地区就种最多 到处种起来 这是它的分布的大概情况 然后到处流串 那个四川产的鸦片也可以跑到台湾啊 也可以跑到中国东北去 也可以跑到西藏去 那这个到处流串 那这个来取代这个进口鸦片 那整个 既然是从它的单价很高来说 那也是在讲一个市场机制 所以这个到这个作品 还是没有看到具体的海洋 我们刚讲如何 我的作品如何让我慢慢看到太平洋 那好 接下来是银线 刚刚有列为提的这个作品 那这个银线有看到海洋喔 看到海洋 这个海洋呢 是在 这个 那那个墨西哥的银呢 它是这么跑的 它是先跑回 因为它原本西班牙管 就跑回欧洲 那欧洲 在还没有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是透过好望角 这样子跑到中国了 有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是透过这里跑到中国 这是最主要的干道喔 那所以呢 这个作品让我看到海洋了 但是看到的是大西洋 你知道吗 今天 每次你说 东方 像我刚刚讲 东方国家 没有近代主权观念 西方 这是近代西方的一个概念 这个东方西方 主要就是以这里为 为立足点来看 中国不是在远东吗 可是如果以太平洋为立足点来看 欧洲在远东 美国在远东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 我们在讲知识 课程一开始不是讲 我们要知识上的一个重新调整 那这个是现在我们整个历史学 都是要开始这个脱离 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历史观 那我们这个课程刚好就是因为 我从台湾研究出发 我们很直接我就可以碰到非大西洋的中心 所以可以让大家看到那个 这个非大西洋的面貌 可是我说我到银线研究的时候呢 我还是以看到大西洋为主 然后呢 接下来银线之后的一个作品是 《黑朝文明经济圈的历史与文化台日关系篇》 讲400年来的台日经济关系 这个黑朝是太平洋上的洋流 太平洋在这里 然后黑朝在这里 是从北赤道流过来 我在讲它对台日的一个深层影响 我已经看到太平洋的洋流了 可是它是在这里啊 我没有看到整个太平洋 我的脑袋瓜里面一直还没有太平洋 好 我的脑袋瓜跑出太平洋是下面这个作品 这是在讲日本统治台湾时期 台湾跟香港的经济关系 我的晚清的茶卖到纽约 你今天要去纽约当然是从台湾这边飞 它都是会往北边飞 飞下来飞到这边嘛 一定是会经过太平洋嘛 你今天飞纽约一定是会经过太平洋 从台湾的话 可是我的台湾的茶卖到纽约 尤其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卖到纽约他们走什么路 你知道吗 他们一定是台湾人到厦门 香港然后东南亚印度 然后呢这个就到 后来它主要时候是有苏伊士运河 然后到伦敦 然后再到纽约 去走大西洋路上 那是清代的时候 那因为我这个研究 因为我原本做清代 然后我到日本时代 我就清代跟日本时代这样子对照看 到日本时代不对呢 我的茶跟张老呢 是改走这个太平洋路线 从这里多了一个运河了 这里1914年多了一个巴拉玛运河 本来这个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在这里嘛 差不多这里 那个是1869年 1869年的时候很多东方 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东方西方 东方跟西方的往来 经过苏伊士运河 一定是走大西洋的 可是到了巴拉玛运河 那是晚了五十几年嘛 1869、1914 那就是有大西 太平洋的航线出来了 这个太平洋航线最主要是 美国、日本 你想想看 1914那一年是发生什么事 一战嘛 一战 你想想看 一战对欧洲的影响是怎么样 欧洲本来比美国厉害的嘛 美国是欧洲的殖民地嘛 整个美洲都是欧洲的殖民地嘛 可是一战就养了二战嘛 两次大战把欧洲从世界的这个领头羊拉下来了 然后这时候就慢慢就跑出 这个美国跟日本在那里养太平洋航线 那我最压抑的是 因为原来走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香港很重要 香港在这个 你不要看它小不典 它可以把整个 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的东西 透过香港卖到欧洲去 香港很重要 在1910年代的时候 香港是东亚第一大港 可是到1930年代 香港的世界港口排行榜是第七名 那这个 第三名 第一名是纽约 第二名是伦敦 伦敦已经掉下来 是纽约已经上去 然后更重要的是 神户是第三名 大阪是第五名 介于中间的是第四名路特丹 香港掉下来 所以你看到 我从这个研究 我看到太平洋的崛起 那在这个太平洋崛起的过程中 我们的宝贝台湾在哪里 谁也没有教你这个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 其实台湾今天是很不容易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本来这个 美国跟日本在拱太平洋势力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非常交好的 那为什么呢 后来结果二次大战 结果两边打起来 珍珠港四边打起来 那最主要是 那 我的课程都跟经济有关 对不起 因为我是从这个角度 1929年世界经济发生什么事 华尔街 世界经济萧条 本来美日交好 那可是你这个美国不可靠了 有点像今天的美国 有点这样子 那日本就要往 往大东亚发展 对他为什么后来 这么好像 这个非常的扩张 在 那大东亚这些国家又相对又很弱 所以他就往这边发展 他第一关去先去占满洲国 就是占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 那使得他在应付这一次的经济萧条的时候 是比其他国家顺多了 你知道 因为他有地方可以开展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这整个日本往大东亚拓展 这个一关一关 最后呢 他本来是往北 他先北进 先918不是吗 那是从北边下来 那最后呢 是打到东南亚去 不是吗 那打到东南亚的时候 你们的宝贝台湾 就在这个大东亚工农圈中心 这个图不是我画的 这是朝日新闻画的历史图 1944年 这就是表示你今天为什么 那从这个圈圈我就晓得 为什么 你台湾啊 台湾 汉人到台湾是哪一个世纪 17世纪很好 17世纪 那我们就会进到 所以我们课程这个会特别讲 17世纪的时候呢 台湾有没有一个国家 有没有一个汉人自己的国家 没有嘛 那可是呢 人家你也许把它忘掉了 这个小不典的纳坝这里 它有一个国家哦 叫做琉球王国 那我们的课程会进去这个 就是说 为什么 因为你去那个纳坝 就会看到他们好多观光的书 会有这个图 这个圈圈圈圈圈 不是跟我刚刚那个圈圈圈圈 长得很像吗 那我们接下去会有一个单元在讲 这个两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这个圈圈它主要 这个纳坝做中心的圈圈 主要是我们刚刚那个圈圈形成的 之前五百年形成 那个纳坝作为那个圈圈的中心的时候 它养了一个琉球王国 那我们这篇文章要说 刚刚的那个圈圈的形成 其实是造就了今天 这个跟台湾结合的中华民国 台湾本来是无国的 那今天怎么会有国 那那个琉球王国为什么 你刚刚跟你讲琉球王国的时候 你好不太熟悉 它有国变无国 那我们那个文章要说 那你要从有国变无国也是很容易的 那所以琉球王国可以作为我们一个 一面镜子 那这是课程里面会安排的一个单元 这是琉球王国的正殿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国家的寻所跟这几个人有关 然后呢 跟这个这些条约有关 那因为呢 虽然你看这个建筑 是1931到1938 其实到1945了 中间有断了几年 那后来又有 一直到1945 中华民国驻台北领事馆 1931到1945 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客人 才会领事馆嘛 你知道领事是什么 我们国家有人到外面的哪一个国家去 那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这个国家派一些领事去照顾 这些在海外的我们国家的人嘛 所以 这段期间中华民国要在台北设领事馆来照顾中华民国来台湾的这些人 所以中华民国那时候是台湾的客人 那可是就同样的建筑到了 刚刚我有稍微秀一下这个条约 换约 征校的那一天 他开始变成日本驻中华民国的大使馆 而日本变客人 中华民国变主人 所以他有过一个主权的一个遗患 那这些明明都是历史 我原来在管茶堂蟑螂的时候 我都不用管这些 我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些事情 那因为这样层层推倒下来 我才知道有这些东西 可是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大家根本不太关心什么叫做主权 什么叫做国家 什么 有过这么一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们这个课程会先告诉大家说 这个白紫黑字上面写的中华民国是指 现在跟未来有效统治区的中华民国 不是邱海棠的中华民国 那就是说这个你跟人家签约要把这个房子 从A卖给B B要不要写它的地址 那他签约的时候一定要写中华民国的地址 这个签约这个约是1952年签的 中华民国不是1949就住到台湾 所以他的地址一定要写清楚是有效统治房 那也就是台澎金马及其附属道理 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交 然后这个约呢 我们产权移转要不要去有一个法律的登记 那国家领土的移转要去哪里登记 要去联合国登记 你今天在网络上呢 还可以看到这个登记 那这个就是这个登记的文号是1952年 联合国的1858号条约 这个China是Republic of China 那条约国家的基本要素 这个政府人民领土与他国往来能力 他国往来能力在这个界定国家的 这个叫蒙特维德公约第三条 明确说不以外交常认为必要条件 那你今天比如说我们中华民国国币 当然还是可以买世界各国的东西 那就是跟各国往来的能力 所以贵国或是弊国绝对是一个国家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课程会交到 这个台湾的这一部分 那这也是我跟习大大讲说 你针对台湾你恐怕你现在要变成世界的领袖 你要回到这个世界的规矩 世界规矩产生的这些白纸黑字 你可能要管管 那本来都是只在关心台湾 这个意料之外的这些年来 这个跑出一个东海南海问题 哎呀我从茶堂章 又要拉到这个东海南海实在有够远 我们的同事都说你不是经济史学者吗 你怎么在管这种事情 一直骂我 可是我说没办法人家找我啊 这个这些都是 日本是第一个叫我去研究钓鱼台的国家 然后英国是第一个叫我研究南海的国家 好那没办法我只好硬撑着 那可是这个当他们这个要求来了之后呢 这个我可以跟别人有不同的答案 不同的视角 答案还是一样回到刚刚那个条约 还是回到那个条约 所以我总括来看台湾 很清楚就是马关条约还有这个 刚刚那个条约在台北签的吧 那这个叫台北合约 谁也没教过你们啊 那马关台北 其实就决定了台湾的主权 然后除了台湾之外 也决定了这个钓鱼台跟这个南海主权 先说南海 南海因为很直接白纸黑字写在那个条约上面 现在世界各国针对南海快要打仗了 全世界找来找去都没有条约依据啊 老公在那里搬出那个九段线 这个人家说这个九段线不算啊 上回已经有一个叫海牙仲台说 你不能搬这个东西出来啊 那个没有说服力啊 因为那个九段线 其实是我们老奖画的 老奖下面的人画的 老奖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就很要紧哦 为什么他那么要紧 我们之后再享受 这个就叫下面的人说去接收南海 然后接收南海总要有个范围啊 那个是老奖下面的画大概是这个范围 那这个老公就拿老奖的这个扣掉 因为他有一段期间跟胡志明很好 所以老奖是画十一段线 然后剪掉两段变成九段 但是那个不是我与国之间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南海离台湾很远 离那个东南亚或是中国大陆比较近 那为什么最后是我要论说 是在台湾手中 因为你要回到刚刚那个 台湾在大东亚的中心图 大东亚中心的时候 当日本打到东南亚的时候 要不要先经过南海 南海在哪里 南海在台湾在这里嘛 马来西亚印尼在这边 所以日本打到东南亚要先经过南海 那把南海拿下来的时候要挂到哪里 当时日本最南端的领土是台湾 当然是挂在台湾底下 日本政派要把台湾交出来 那就连那些都一起交出来 那台湾是交给 已经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所以南海也交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可是滚滚猪公婆人在说这个 那我跟你讲 那但是这个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就是可以这么论证 那是南海 要从我那个亚太的角度 就是这个日本的太平洋战争说起 那日本的太平洋战争 其实也影响到东海 这个 要一台在这里了 那这个太平洋战争 你记得这个麦帅反攻 从菲律宾反攻本来要打台湾 后来台湾那个他所谓非常的严密 所以没有打台湾 去打这个沃金奈娃 沃金奈娃这下就惨了 死了四分之一的人 然后他每一战 那个日本 有没有人看钢铁英雄 你看啊 那个就是硫磺岛战役啊 那个打完沃金奈娃 就硫磺岛战役都是苦战 还有那个硫磺岛 没有这个沃金奈娃北边 还有燕美大岛啊什么 这些都是美国相对日本的苦战 二次大战后期的苦战 那所有这些地方 那这两块是美国苦战打下来的 可是美国在这个号召同盟国 对付日本的时候 因为他要盟国一起联合作战 总要师出有名 说我们不像希特勒那样子 两年之内就是 把欧洲好多地方都占了 有很多的领土野心 我们是要王者之师 我们这样子辛辛苦苦打仗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开拓江土 所以就有一个协议说 战争结束之后 我们绝对不开江拓土 也就是不把那些打下来的地方 变自己国家领土 这就是这一个原则 其实是今天的东海台湾 台湾有一度也说 要不要美国拿去不是吗 可是在这个原则底下 这些钓鱼台 包括钓鱼台在内的这个冲绳列岛 或是这个小利园群岛 或是这个南海 美国最后打 把日本刚刚的那个势力打下来都是 主要是美国嘛 联合盟军 可是美国都没有把它拿下来 变自己的 那台湾跟南海的部分已经刚刚说过 结果是美国帮助中华民国拿到 然后呢 钓鱼台的部分呢 美国一开始呢 是他自己还在那里管 管的不是钓鱼台 最重要的是琉球 美国管的是琉球 那钓鱼台在这个日本 日本统治这个台湾之后呢 也放到琉球 日本把钓鱼台放到琉球里面 那是1895那个马关条约下来 是把它放琉球里面 那这个琉球在1945 1952就金山合约之后 美国把它就是放成是他自己管 但是呢 说日本有残余主权 这个残余主权我看半天 应该因为我经济史方面一直说 清代的土地 台湾的土地有两个泉 一个是田面泉 一个田底泉 田底泉是所有泉 一个是这个所有泉 跟这个使用泉 今天我现在只能够摘述 钓鱼台的部分 田面泉 使用泉是日本 所有泉是贵国或是帝国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 可是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厉害 在他取代中华民国变成安理会 常南理事国之后 那个取代是哪一年 这个你们一定要知道 1971很棒喔 邀学系的很强喔 所以都坐前面了 那个1971嘛 1971以后他之所以进去 本来就靠第三世界嘛 那些非洲啊 或是那些被殖民过的国家 那第三世界 然后呢 之后就不断的又动员第三世界 帮他的忙 去通过一个叫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今天碰到这个南海或是东海 都会去引用到这个公约 所以公约它本来有宁海的定义 宁海本来是离海岸三海里 那这个大中国利用它这个背景呢 这个就去把它延展成12海里 诶 中国海岸线很长耶 厉害吧 对很厉害吧 我们常常会跟他说 你都不去跟 你去算1971以后你进联合国 你得了多少 都没有人去研究说 PRC进联合国之后 他得到多少好处 OK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好处 宁海 然后呢 又从沿海线画200海里 是经济开发区 他画200海里可以碰到钓鱼台 所以这样下来 那我们那个 现在大家对他评价两极的马先生 他一辈子最钟情的议题就是钓鱼台 他是宝钓出身的 哈佛的伯论也是写钓鱼台 他去提东海和平倡议是还不错的 他的论证没有 绝对没有我的论证那么啰嗦 但是他总算做了这样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动作 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就是三方共同开发是不错的 那南海也是他后来也提了 那南海在我的整个论述基础之上 是可以说你看这个 现在大家吵来吵去 结果可以解套的是这个 你们都已经要把它这个忘掉的中华民国 这个这样子可以帮忙世界解这个难题 因为中华民国不会去跟你 跟你这个太过意不去嘛 对不对没有那个力道嘛 那这个所有权状也不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在东南亚哪一个国家 而是在那个大家都要忘掉的中华民国 那我们又说它上面有南沙西沙 可是它的基础是日本的时代去把南沙西沙拿下来 日本时代用这些岛 都是只是拿它来给飞机加油 给船加油 给船加油 主要是用那个岛 不是用海底的资源嘛 那所以呢 那条约上的西沙南沙就是只有那些岛 那你这样的话 你现在的整个情况是 好多国家去那些岛去插旗 到处立地为王 造成一个紧张嘛 我说你这样子 你插旗歸插旗 你是没有所有权状 你不能在那里就说 那我要从这里再去画200海里 美国最希望的是南海要变成自由开放 那你回到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所有权状 最能够达到自由开放 然后呢 那既然是自由开放之后 你这些周边国家 你当然可以从你的海岸线去拉200海里 这是就周边国家来讲可以得的好处 那就美国得的好处 那贵国或弊国得的好处是什么 那我们当然太平岛 你不能再欺负我 太平岛也是有白纸黑字的根据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说 那这个在如果说 那个公共海域要共同开发的时候 当然台湾也可以插一脚 大概我们整个课程呢 会从中国的肌肉 然后把台湾给了美日这个势力之后 然后结果今天的台湾 他对今天的亚太问题 大概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大概要讲到这些 所以从中国边也要管 然后台湾跟着美日在一起之后的一些发展 也要管 然后来撑出一个就是结论嘛 这个就是说 碰触到这些议题 然后呢 课程大纲的顺序 你们就可以自己慢慢看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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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